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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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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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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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當然對於空氣一樣也會比較好 因為你看外面都沒有什麼車子 也沒有什麼摩托車 所以非常少排氣排放 以及環境污染 當然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情況 就是原本在辦公室環境的 讓一些你本來在工作者 如果你本來就內向一點的 你不喜歡跟人家 你可能反而是喜歡現在這樣在家裡的環境 工作環境上來講 因為你可能是噪音的問題啊 或者是人際的關係啊 那有些時候你面對左右同事 或者是上司 你都會有感到這種壓力 那這時候對於這樣子比較內向的人 原具工作就是會讓這樣子的工作者更加舒服 然後能夠專心在他專注的這個工作上 以及他職位上的這些各種項目 那當然像我這種 如果你有雙保 然後或者是有一個子女好了 就因為學校你不用上課啦 你就不需要在家裡 所以你也方便在家裡照顧小孩 那當然小孩吵吵鬧鬧 會不會影響你自己工作的狀況 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自己要好好的去把握一下 怎麼樣去整合跟調整 那接下來我們來聊一下說 遠距離工作它的利弊好了 因為凡事都有利弊嘛 那遠距離工作也並不例外 有很多人一定會慢慢慢慢的發現說 在家裡工作或上課 其實會因為說家裡的工作環境太過舒服 因為看一看 那邊有個沙發 那邊有個電視 然後或者是旁邊有個家人過來 就是他突然看他就說 要不要喝點什麼 你要不要幫你弄些什麼 或者是有人發出一些噪音 我覺得這些種種東西會降低你在專心以及工作的這種效率 那有時候有些人就是覺得我起來了之後 刷牙洗臉 結果我還是在一個我很舒服 或我很在家裡那個環境 所以你好像沒有辦法在意識上去把自己分割出來 我要分上班 然後我要分下班的那個時間 準備還有心態 那如果你自己有曾經有這種 接SOHO啊或FREELAND這種接案的經驗 我想你應該會懂我在講什麼事情 因為畢竟你會在家裡工作 然後或者是在咖啡廳 但是我覺得你要再思考一下 有一些的產業別類別 他依照他的成熟度來去區分 像是已經SOP化的某種程序 那我覺得對於遠距離工作是很OK的 可是呢如果你是屬於就是要去思考 要創造的這種創意產業別的話 其實你需要非常多不同的部門啊 他常常去碰撞 然後去磨合 然後這個頻率跟溝通非常的密集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你才有辦法因為碰撞 然後把一個很粗糙的想法 經過打磨打磨 然後不同部門跟不同專業的加成 讓他創意變得比較完整 可是因為現在是遠距離的關係 所以你沒有辦法 時常的就是直接走到旁邊 或轉彎就到旁邊去開始聊一下 某一些想法 某一些創意 所以這樣子會導致就是 沒有辦法即時的溝通 而大大降低 創造 創新的一些溝通 跟執行的效率 那其實嚴重一點啊 其實甚至會造成很多 不必要的代溝或誤解 或者是重複作業 因為那個溝通沒有很順 所以他也在做這個部分 但事實上工作的那個分配 可能會沒有分配那麼好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可以用一些軟體跟 呃去做調整 那例如說 不是每一個人他在家裡工作的時候呢 公司裡面的 硬體設備 電腦啊 有印刷機啊 彩色雷射印表機啊 等等等等之類的 呃 回到我們自己家裡 可能在硬體規格上 便不會是同個層級的 所以你平時上班是要用到這種 呃 程度的這種電腦規格啊 會因為你自己家裡的設備等級 根本夠 所以會嚴重的影響 工作效率 所以這也是一個大家要去思考的 呃問題 如何去看是PC Home 嘿 20小時到貨 然後趕快買一個新螢幕 買一個印表機 買一個什麼 救急 那 這也是一個方式 接下來可能要討論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 好好的把遠距離工作這件事情 做好的話 第一個要調整的就是自己的 思維 第一次做這個遠端工作的時候 像去年第一波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緊張 然後有些人就是 有嘗試開始遠端工作 但很快又回復正常 那我覺得這一次可能是 要長期抗戰 所以你的心態跟準備的心態 可能沒有像去年一樣 好像很快就是沒有什麼事的感覺 而是我們可能要跟這個 疫情做個長期抗戰 然後跟他在一起鬥爭的一個準備 那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你心態難免會 產生一個錯亂 因為你沒有準備好 你沒辦法分辨 家是一個 休息 放鬆 充電的地方 可是你 你卻要在 現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你又要 專心的上班 然後 排除旁邊一些 干擾的各種事物 那在這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用的小技巧 那大家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呢是 在家裡工作 嗯 其實我們大家起來的時候 如果你知道自己戴在家裡 一定會讓自己 穿著比較舒服的衣服嘛 那這個舒服的衣服 會 讓你的心態 偏的比較 居家 所以我建議是說 你可以穿著 知道你平時就上班 就是你可能要 有一些可能要 穿西裝打領帶 然後甚至 穿身上打領帶 就是起碼一個 上班的 該要有的樣子 那這樣的話 就像我現在 對不對 你可能因為在家裡 那你可能 穿個一個四腳褲 或者像我現在一個運動短褲 就開始遠距離工作 那 如果 這個狀況 你自己沒有調整好的話 會讓你的 工作者的這種 角色 的認知訊 進行一個很 錯亂的 知覺的感覺 那 你也沒辦法 在工作中專心 你也沒辦法知道說 你什麼時候要下班 然後什麼時候要 下班後休息 那所以我覺得 你需要 接下來就是 上班 下班的一個儀式 那我覺得 這也是 揭剛剛討論的一個重點 你要 能夠自己去 區分開來 上班下班的心態 這樣你 比如說平常上班的事情 就會 都做一遍 那 因為他這種儀式感呢 只要你 一路進入狀況之後 你的 身體跟你的腦袋 還有你的波動心態 都調整到就說 OK我現在就在上班 上班的狀態 不論我現在在哪 那當你調整好之後呢 呃 有些人可能是 有他自己很獨門的這種 調整方式 比如說他上班前 他會去 先上正部 或繞一圈 他讓他的心情放鬆下來 然後才進去公司 或者是 烤一片奶油吐司 配一杯那種 呃 咖啡 喝一下然後就是 邊吃然後邊開始看他的email 但是他已經進入那個 他自己的個人的儀式的這種 模式 那 甚至就是 去 從家裡跑下去 旁邊然後到他的停車場去 把他的摩托車或車子 發動一下 進去坐一下 OK 調整好之後然後再上來家裡 但是他已經把他當作是一個工作室了 反正 重要的就是就是說 每個人都不一樣 你自己儀式的這種方式 只能你自己把它創造出來 讓你的 心情跟心態能夠調整到 平時上班的那一個狀態 那這樣子 你有這個儀式之後呢 就會比較容易 專心跟進入那一個Zone 那個狀態 還有一個小撇步我會建議是 做好一個工作日記 嗯 怎麼講呢 因為當你旁邊沒有人在督促你的時候 然後 你沒有一個很好的工作習慣 那會變成是 你今天該做什麼事情 該交接什麼事情 該解決什麼事情 你可能就是 懵懵隆隆的 然後就過了一天了 那所以你可以藉由這個機會呢 把寫日記這一個 應該說習慣養成 因為他可以確實讓你知道說 你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解決了什麼事情 碰到什麼事情 該 還該解決 然後你突破了什麼事情 那 你可以藉此養成一個 比較自律的 自我自律的能力 那同時你也可以變成比較 有條有魚的人 那因為有這一個 叫做 工作日記 你就可以 藉由這個 事後諸葛 就是人家在問你說 欸你在某個段時間 或某一天你做了什麼事情 你可以回來看就是說 OK 今天我解決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處理了什麼事情 一個非常大概 我覺得這個對於 你對外面溝通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跟執行什麼事情 包括你對自己做個交代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那當然 剛剛有講到的是說 你有調整心態 然後你有調整工作儀式 然後你有好好的記錄 你做什麼事情 那接下來你就是 其實要跟 你在家裡的一個環境 做一個好好的調整 切割好 所謂叫做工作的一個區域 就是哪一個位置 呃 那這個部分可能 因為每個人大家的 家裡內部的大小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跟 室友啊 或者是家人啊 做好一個 協調 因為確實在 白天的工作時間 你把自己都綁在工作用的這個 房間 甚至一個簡單的電腦桌裡面 呃 然後當你做上去之後 你已經跟 就是說 室友或者是家人 都說 欸這個時間千萬不要來 幹擾我 打擾我 連問我要不要喝水 都不要問 反正就讓我 專心的工作就好了 當我離開的那一個工作 我設定好的工作區域之後 你們要來打擾我 或做什麼事情都沒有問 但在我坐上去 那一個桌子 或那一個工作區域 麻煩你 就當我這個人不存在 我覺得當你 事先先跟 呃 家人或者是 有溝通好之後 會變得順非常多 那當然 如果你已經做到 轉換工作 來來去去 變化就是很順的話呢 然後你也很自律的 能夠照你自己 在譬如說 Google Calendar裡面的 那個日記放的 那個時程的進度啊 都非常好 然後 遠端工作上的 工具 然後使用 然後也不會 降低你的 工作效率的話 那甚至你已經能夠 調整到 欸我反而因為這樣 我可以專心 然後因為沒有其他人 來打擾我 可以增加 我的工作深度 跟效率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遠端工作 並不會降低你的效率 我覺得反而是 見能見智啊 因為你如果有心 要去專研調整的話 你是可以藉由 剛剛講的這些 方法來訓練自己 那當然因為 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 其實你是被逼迫說 你從 完全不知道這東西 要怎麼弄 然後看了很多 爬文 然後問周遭的旁邊 然後有點混亂的狀況 慢慢的去熟悉 或者是被迫 快速馬上 就要熟悉這種 工作型態 我覺得現在算是 一個過渡期 那如果你自己 因為這樣有 有那種感覺 身份錯亂的問題的話 那你一定要試試看 我剛剛提到這些方法 他應該會有幫助到你 那最後一點 我來分享一下 我對於 未來工作型態的看法 那疫情過後 產業啊 他的工作型態 到底會不會因此受改變 那 我覺得第一個來聊說 我們等於是 一年後 全世界其他國家 都已經有疫情在 大量的轟炸 那 我們台灣算是 一年多後 才開始進入 我們台灣 這一個 寶島 那我覺得已經是 很難得可貴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 你看一下歷史 因為它會再重複發生嘛 我們可以去學習說 已經比我們早發生 這些國家 他們怎麼去對應 然後 他們怎麼去跨過 現在狀況 因為我看一下像 呃 美國的聖地亞哥 好像已經開始 恢復的狀態 然後因為他們的疫苗 已經開始打 那我們的疫苗 好像才 剛到 然後 雖然量非常少 所以可能還需要 一段時間 可能到八月九月 可能才會比較恢復 狀態 那所以你要去看說 在那個時候呢 有一些公司 他突然會發現說 他的 員工 管理層級的 然後老闆 有些時候 他們反而喜歡 那樣子的工作方式 甚至 如果這些公司 他們本來就是跨國 他反而發很多案子 給不同的國家 所以 事實上他只是把 再把一些人聚集在一個地理位置 全部散開來 但他們原本就是跨國溝通 然後也都是遠端距離溝通 所以事實上對那樣子的一個 工作形態的 產業別人其實沒有差別嘛 那最頭痛的我覺得 反而是這些 傳產的產業 因為他們有很 呃 固定的 工作模式 跟一個既定的思維 所以 他們人可能會很多 maybe幾千人 甚至到幾萬 然後他們要被逼迫的 就是這樣去工作 但確實會變得非常辛苦 那我會覺得是說 呃 經過這一道 刷洗 就疫情刷洗之後 大家的腦袋 會突然發現說 欸 我好像比較喜歡 在家裡工作 比較舒服 我反而比較可以專心嘛 那有些人可能是 喔我的天啊 好痛苦喔 在家裡 我反而通常要工作八小時 就我發現說 我工作了十幾個小時 因為這也是一個通病嘛 因為 大家不知道把 長班下班 傻傻分不清楚 所以都混在一起 所以他的工作時效 原本的 八點就可以 打卡下班了 結果在家裡工作 反而工作更長了 因為他自己 沒有辦法調適出來 所以我覺得 這個社會經過這次 鍛鍊之後 鍛鍊完你會發現說 自己是喜歡什麼樣的工作模式 然後 也適合什麼樣的工作模式 然後第二個呢 我覺得是 公司也會發現是說 有些是中型 小型的公司 他甚至覺得說 欸?那這樣的話 我到底還是 需不需要租一個辦公司 我不是說所有 我說某一些公司 他可能可以思考說 感覺我公司 還是在服務我的客戶啊 然後我也不一定 需要一個引體啊 那我幹嘛租一個 五萬、十萬、二十萬的一個 固定成本在那邊 所以這些事情 會讓大家去想 然後大家會去調整 更適合自己的能力 自己公司的作業流程 然後 的那個方法 那我覺得 你會發現 這個疫情過後 會有更多人 會喜歡上 遠距遠端工作 也會更喜歡 在家裡工作 但絕對 不是所有人 我覺得可能是少數人 但我覺得 這個社會 因為這樣來講 他會慢慢的調整 那當然了 這一個練習呢 我覺得會讓大家 至少會知道說 喔 遠端工作是一個 這樣子的狀況 你需要這樣的調整 但我認為 因為他有可能是一個必備的能力 因為從現在開始想 所有的公司老闆 他都會把這件事情 當作是一個危機 所以他都會想要 避免這樣的危機 產生之後 公司的業績突然 你懂 錯亂啊 或大大下降 所以他會開始要求說 萬一有 什麼樣事情發生的時候 內部公司的程序 是能夠快速的拆開來 然後大家在家裡工作 然後 透過遠端工作 能夠 還是把事情解決 讓公司還是有 繼續有獲利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會變成一個 必備的能力 以外來講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說 啊哈 這也是讓你去 接國外SOHO族的一個開始 假設 呃 你本來就有開始念一些 語言能力嘛 英文啊 德文 日文等等的話 那再加上 你又懂得 遠端工作 那你是不是可以 比如說你懂日文 你可以是寫信 或者是註冊一些 日本的一些工作平台上 然後變成 拿日本案子的一個 在台灣工作的一個 遠端工作的工作者呢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 他會 呃不管過了之後呢 他會 調整我們社會 然後調整我們公司體質 然後調整我們 每個人 對於自己工作 舒適的一個狀態以外 你可能又多了一個 能力能夠 藉由遠端工作 加上一個語言的能力 可以銜接全世界任何地方 所以你的能力的 輻射範圍 就不是只限於在台灣而已 所以我覺得 他是 但也是 也是一個福氣 看你怎麼樣 如何鍛鍊自己 OK 那就分享到這裡唷 那希望 你們如果想要多聊聊 遠端距離工作法 那麻煩在下面留言 很希望跟你們大家 聊聊 然後分享一下 各自的看法 那麻煩幫我按個讚 幫我分享 然後給你們 覺得認為需要的人 OK 那就下次見唷 掰掰 喔對了 不要忘了 要戴口罩 然後要多洗手 保護大家 OK 掰掰 Uhr 鑫 紅 豆 垂 芫